中秋节脚不尽了 入骨香农会107高龄者创新学习推广研习班 为了要让长辈学员感受佳节的氛围 特别在农会的茶艺教室 举办多功能月饼珠宝盒DIY活动 52位阿公阿嬷兴趣盎然地完成心爱的作品 农会也以此作为中秋节礼物赠送给他们 中秋节即将来临 入骨香农会特别邀请到彩艺老师来教导乡内长辈 制作多功能月饼珠宝盒 作为赠送长辈中秋佳节礼品 议员许舒霞也到长关心 提前向阿公阿嬷们和解 同时肯定农会经营茶叶有成 也积极回馈关怀茶香长辈 9年前就创办高龄创新学习推广研习班 免费提供音法族终身学习机会 为中央推动10年2.0长焦计划创先锋 许一元表示 入骨农会高龄学习班长久以来 受到乡内长辈支持 表示课程内容非常丰富 而这次的课程也相当有趣 吸引了很多长辈前来学习 今天适合很欢迎来到入骨农会 就是我们银法组的长辈们 他们的课程开课 他们的课程已经成立10年的时间 所以开玩笑比我们中央的长照2.0 他们来关心这些长辈 比中央还来得更早 所以也是在地很多长辈们的一个认同 所以像今天上课你看到大概有四五十位 那一般的学员大概有七八十位 所以算是在这里觉得 可以这么长久以来 受到我们这些长辈的一个认同 表现我们的课程真的是非常丰富 所以算是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我们理事长和总监事因为在经费中央补助的一个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也筹筹经费来帮我们这些长辈们他们每个礼拜可以来这边上课 那今天的一个课程真的是非常丰富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秋节已经要到了 那也借由我们的一个节日的一个到来 然后教导我们这些长辈今天来做一个月饼礼盒的这种盒子 大家做得很趣 因为在做当中 大家互相可以讨论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首脑并用 所以大家 阿公阿嬷在这里都感觉做得很高兴 所以稍微呼吁我们这些长辈们 要有时间可以多多来参加我们农会的这个活动 农会推广部主任陈芳轩表示 农会自民国98年起成立高龄班 目前人数约有72位 每年也都会安排各项课程 而这次为了因应节日 特别支出一个富士月饼珠宝盒 让长辈们有过节的气氛 我们从民国98年就开始成立高龄班 目前我们全部的高龄班全部有将近72位的学员 我们每年都会有安排一连串的活动 包括一些体制能的活动 还有一些两性平等一些教育训练的活动 像今天的我们手做DIY 为了应节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富士月饼的珠宝盒 让我们这些高龄者 能够借着他们的双手 不要说都是只是 自己在家里守着一个房子 这样子不是很好 借由大家的一起群聚的活动 增加一些他们的社会的交流 让老人家能够生活的更充实 更有意义 主导老师表示 这次设计主要是因应中秋佳节 因此特别设计两个可爱的小孩 已突破以往思维模式 这个盒子来讲的话 它可以有很多作用 可以装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都跟长辈说 这个你可以装你的私房钱 事实上你送人的话 现在很多人会流行做造型月饼之类的 事实上它真的是可以放一些月饼 饼干小点心在里面 然后他们做好之后可以分享给孙子 他们看这个好可爱 打开又另外一个惊喜 然后这次会设计 这个盒子来讲的话 它主要设计理念来自于说 想让 因为是一男一女 想让他有一个甜蜜的感觉 因为毕竟中秋节嘛 他除了团圆在一起之后 会让人家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所以想说 不要单单只是一般人看到 比如说做月亮 月兔在上面导摇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子太单调了 然后蛮喜欢太空的感觉 所以这次设计的时候 没有单单只是给他们 常看到是用黑色 可是我用的蓝色跟紫色 让他们去做搭配 让它有外太空的感觉 让它们充满那个想象力这样子 对 参与长辈表示 每次农会都会邀请优秀的老师来指导 像紫色的珠宝和所使用的材料 有非常新颖 因此做出来的产品令人满意 很高兴能够参加农会这一般的热灵班 因为现在所有的福利走向我们这些 照顾我们这些热灵的 所以参加这一般觉得非常的高兴 每次都请了那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来辅导我们这些热灵的 所以所有的材质还有材料 还有所有的教材都非常的新颖 像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就是轻盈的连土 我们第一次才碰到的 所以做起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非常乐意 做起来的那个材质 做起来的那个成品 一定都非常每一个人都非常满意 所以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般 嘉诚指导员表示 农会每月第二周实施两天课程 免费学习各项工艺 养生膳食 人文艺术等课程 学员都喜欢重温和时上课乐趣 也展现银法族健康与活力 而班云中也包含几对间接勤生的老夫妻 一起来上课 令人呈现不已